我和妈妈今天要去坐公共汽车 不是这小河林要开始 妈妈就开始上托儿所了 怕有那种坐校车的情况 他从来没有坐过那种大车 今天去练习一下 坐个大车车 大车车 公司拿一下9月份的那个 泡河的书 已经给大家说了好多次了 就是韩国这个化妆品 他每个月套河都不一样 然后都是有书的 然后大概在网上也都能查出来 所以说是在买的时候可以借鉴一下 所以说这个套河不是这个月的 或者说是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 那就是假的 这就是这个月的书 所以说不是说是咱想买啥就有啥 然后根据这个月他出的东西才能卖 把小河林送到婆婆家去了 我现在来学院 今天活还要多一些 来买一个紫菜包饭 吃个紫菜包饭 还买了个面包 要是饿了的话也能吃 我们不是在韩国网站上也开了一个 我们卖过我们国内产品的一个小店 然后因为都是韩国人 所以我刚开始弄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韩语不太需要 后来发现其实就是挺需要用到韩语的 所以就把那个店铺叫给我老公 让我老公给人坏消息干啥的 我老公他最近几个月干下来吧 他就说我中日知道你为啥就是 就是这么喜欢买化妆品 因为我老公他的公司的工作 他们就永远都属于是乙方 然后甲方的态度什么都不是说是会特别好 就算是把这个事情干完以后 甲方他们也没有说是特别感谢 也没有说是表示特别感谢的那种 但是在网站上卖东西 然后就是那些顾客什么的 就跟我老公对话完以后 经常会跟我老公说谢谢 然后收到货以后也会表示特别感谢 就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 就会让人觉得特别受到尊重 然后就是他的感觉是那样的 我又要吃饭了 我刚吃了紫菜包饭 我婆婆又做了紫菜包饭 我拿来了 又是吃了紫菜包饭 跟我刚才吃的其实差不多 她婆婆做的更好吃一些 我几菜包饭呢 用的那个好米和不好的米 做出来味道真不一样 我朋友圈的朋友一直都说是可喜欢看我配小羊 真的特别特别解压 就是收到以后觉得就是特别开心 比较惊喜一些 因为确实是我这边送的小羊比较多一些 然后在其他地方 就比如说是在商场买的话 真的都拿不到这么多小羊 然后上次我也说了 就像这些小羊 它都是根据我的每个月的销售额 然后给我免费给3%的那个小羊 比如说是卖了100万 然后就会给我送3万的小羊 这样一袋小羊的话 其实也不太贵 这个价格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也不买 一般我送的这个标准 其实也没啥标准 就是随手捏的 不可能说是一个一个数 那多费时间的 然后就是大概做到公平就行了 多一个少一个的 这种套客里面 如果说是没有精华的话 我们会多放进去一些精华 如果说是没有眼霜的话 多放进去一些眼霜 但是也根据当那个月的 给的小羊的种类 然后再送 因为它不是每个月 都会给一样的小羊 就是有时候多一些 有时候小一些 有时候眼霜多 有时候精华多 都不一定 凭老板心情 反正我们也选不了 但是送的小羊吧 肯定都是好的 如果说是便宜的话 人家也不用做小羊 用试用妆呀 就是送的一般都是好的 那今天这个套盒里面 就是没有精华 然后我准备是配两种精华 放进去 大家就可以不用单独再买精华 就是搭配着一起用完就行了 然后就像我现在精华就是一个两袋 然后就随便捏 放多少是多少 就是把这些配的比较 匀称就行了 要不然一个个数的话 工作量太大了 我那个公司的人 他们经常送小样的时候 都是一个个数呢 哎呀我每次看到他们那样的 你看我买头拔了 你看这个就没想放 有点多了 这个里面放一点 嗯 都比较随意一下 这一袋就拔了 然后这是一袋好的 多放一点 这个都比较多一些 给每个人都多放一些 其实我是觉得吧 有的人就是 就是有的朋友他买东西吧 想要小样 比如说是必须我得想用小样 而是说就比如说旅游去 或者说是出差的时候 再小样确实方便 就像这样一片的话 那这至少能用两次 所以说是我就可能理解那种心情 我一般有眼光的话 就尽量多给大家一些 那有时候真的就是没有 因为大家都知道比较贵 像老板他也知道比较贵一些 所以他就会选择 就给自己留下来 或者说是呃 卖给 就在他们买小样的人 但是我是不会买 我就是一次的那买过他们小样 他给我多少是多少 再送点面霜 这里面有面霜 但是因为这送了这个系点 所以还是要多送一些面霜 这一袋一袋的看着挺高的 但是像我这种呢 就这样分一下 其实很快就没了 我也觉得特别解压 真的就感觉是那种打手笔的 哈哈哈哈 这还有啥呢 脸霜金黄面霜都送了 再找点啥 去翻一翻 看这有啥 反正一般小样 我们是几号的时候 好 我们一般是年10 10 10号左右的时候分小样的 在那之前的话 其实就剩的不太多了 现在我就是剩的不太多的情况了 就是有啥送啥 洗发水 这个洗发水 反正我自己也一直在用 没啥特别的感觉 但是好多人用了以后 就说是确实挺好的 这样一袋8毫升 说实话 就像我这头发长短到这吧 能用三次 反正还是挺神奇的 但是价格比较贵 贵肯定有贵的道理 一人送四片 这不多了 送一点就 哎妈呀 送四片都不够了 还有一人送三片 一人送三片 还送三片也不够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最后这个人得重新再送点啥 最后这 再送几片金黄吧 没有了 而这些小样子 我老公回来了 这在路上就尖叫呢 我出来看了一下 在那喊爸爸爸爸去找他爸爸了 家里今天做那个洋芋茶 那是家人设的唯一点菜了 啥都没有了 刚才去买了一点东西 明天就可以在家里吃饭 今天就会偷偷家庭 混一顿饭吃 大家好 何里妈妈在哪呢 我公公帮我干完会儿以后 回来以后又看着小何里 大泡 是 这是小鸡子里的水 是小鸡子里的水 你会拆除它 现在 一席的水 一席的水 有小鸡也有 红水 也不用了 不要 一 一 二 哪里有三公司的古口 嗯,我看到了 以前我们家有两枱的水果 眼睛很大 眼睛ami的分别的一枱 眼睛没什么的水果 眼睛都吃了 眼睛还吃了 但是? Although全都吃了 眼睛全部吃了 明天我们担找到 我生活在中的水里 要不要放鱼 你不要摸了